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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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请放掌 今天是内言经的课程 已经讲到大佛底如来密音 修正了意诸菩萨万恨守内言经的经题 才讲到这个大字 上次在这个讲义里面 上次讲到 便该万有横舟十方 今天从顾云大在前缘万物之时 开始说起 所以要叫行者就在如是大佛顶 守内言 念念观照自信之中的根本三昧之中 念念要体会如是信中的智慧 必定能够虽然流入 骗入一切万元的那个大性 大是直下的担当 就是那个大决心体之中 他能够骗容 能够广纳的根本 本来的面目 根本的信德 所以讲到这个信德时 你不能拿一法一项来量他 因为他一定涵盖一切法一切项 但是不能拿一法一项来 来去衡量他的这个大 他你也不能够不知道 他一定能够骗入一切法一切项 偏如一切法一切项 不是跟你要你去思维遥远的 将来找到一个遥远心中的一个道理 而是就你当前的每一个起 每一个起心动念 每一个作用当下 每一个六根六成接触的当前 那个不就是一切法一切项 那个不就是你内力之间 就能够参就你内力决心包容 现前的一切六根六成 对待当前的一切变化的根本的大信吗 你为什么能够知道如是的大信 因为你是念念之间在决体的 如是的体大之中 你念念去灰光 念念在心中神多的 所以那个叫做大 所以你明白如是大时 你就知道他一定是前缘 什么是前缘 前者是天行进 叫做前 叫行不习也 前者就是一切心性之中 必定能够遍布的根本的性德 于是如是性德之中 你知道他根本不习 为什么不习 连中国字讲到这个习字 你都要知道习者自心而已 习呀怎么写 就是写一个字写一个心 所以你明白自心之实 它就是一切自心之中的安部 一切自心的庄严 但是你在自心的安部 自心的庄严 你明白了根本就是一心 你在这一心之中 你不必去障碍一切安部 你也不必去灭了一切庄严 就在如是安部一切庄严当前 你根本念念不住 你也不会念念向外 还真的以为有如是法 如是像向外流浪攀缘 那一念心中的智慧 那才能够真的叫做习 才能够真正最初之习 缘是根本 缘就是讲的天地之德 讲到他能够入一切上天下地之时 所有的一切德恨都是他安部留言 所以这一念心能够入世的根本的大性 刚刚讲你不能拿一法 一向来亮他时 你就知道他就在哪里 就在每一个一切法 一切向现前处 他就在所有法相当中的维系 所以那一念维系 我们方便说他叫做童真 因为那一念维系 他根本不随元老 就是你种种因缘的 种种氛围流浪的元老之中 再说那一念真 但是一切元老现前处 元是因缘的元 元老现前处 老就是这个年纪大那个老 元老现前处啊 你都知道其实都是你心性中的童真 那是根本的心性之中的根本的一体 那根本就是本来心性之中 不堕在一切染污之中的性中的亲近 所以那是童真 那个童真是那个时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常常在下个月 四月八号要遇佛的西达多 所以西达多光如是三字 你就知道那就是大 那就是大象 所以这一念西达多现前处 这一念决心必定能够如一切法的 西达多现前处如是的童真 根本的真性现前时 它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 它是告诉你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这表示这一念心性中的 这一念心性中的根本的信真 你就你现前 你上级天纪下级地纪 你意念能及的 哪一个意念所想得到的 不是你根本决心的童真为你所献的 没有如是这一念童真 你哪来那么多 于天于地一切的种种感觉 在天地之间的一切种种的酝量 感受现前 所以才真正知道它就是什么 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所以那个不同于一般宗教 只讲到神明之中 你歌功颂德的那种心态 而是真正要你直下见性时 你才能知道那个佛性的最初 佛性的出生 佛性在出生当前 就在你每一个念头的起处 你都要看到你的西达多的出生处 你若是在每一个念头当前 你都能看到你根本心性于 如是念实西达多的出生处 你是真与佛 你是真懂得供养如来 所以它就是根本的大在前缘 那是一切万法 万法就是万物 万物之始 它不但如是滋生 不但如是互相的滋意 它也是最初的现前 是万物之始 所以讲到这个万物之始时 你不要老是过去我们都是习惯用在世间的倾向 以为过去的种种习气身后顾 都以为万物之始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一些感受 你所有的一切作用力量 全部牵强于万物的最末少那种感觉 一些元气的最末少的感觉 所以你讲到之始之时 你却多拿这个之始都看到最末 将来你就要先学会 你不管说怎么自始当前 你虽然不能够离开现前的最末 但你永远要在最末的当下 你要体会 最末当下 你都要知道那个最初的头手啊 那叫供养大佛顶 那个才叫供养手内言 那个才就是刚刚讲的供养西达陀 所以如同内言经将来在经文之中 它也有很多的奇处真心里面 也有很多类似的文句 比如说阿难问佛 你要说这一念心不是真心 那我平常用的都是这一念心 一些神度 一些思维都是如是心 你说不是真心 我好像就是没心了 就是类似词语 我们就习惯拿在现前 我们习惯的用的那种心中的感受 你以为是心 没有叫你离开 如是心中再找另外一个心 但谁能够在你过去所熟悉的 一切众生以为是心性的这种感受 当前你都没有办法体会实 没有办法体会出能觉得的是谁 能觉得的 没有离开现前的所觉得 但你不能够只是抓着现前的所觉得 你永远暗昧那个能觉得吗 他当下是一体 但是在这个一体之中 你只看到能觉得你 所以过去所习惯的众生 丞相这一面 那外道以为离开丞相 再找到一个超越余城的以为 将来想要证得的那一个地方 那种心中的期望 那都叫外道 而是就叫你习惯于 现前你认为的一切妄想分别 现前处一切审思剁量 现前的用道如是心性处 没有叫你离开这无是一法一相 但是你能够在这不离开一法一相时 你能够照料 他为什么能够显尽这一切法一切相 显出这种种一法种种一相 那显出种种一法 显出种种一相的那一个 你能拿一法一相量他吗 不能啊 但是不能拿一法一相来量他的 那个根本心中的亲民 他现前离开过哪一法哪一相了吗 没有 从此以后你在心中再如是 而图上面心性圆满 打破过去的妄想 打破过去的一切众生的思维 那你才是要做刚开始起行 刚开始念念回家 所以这个知识 没有让你看到感受之中的互相的知意 一切的开始 在一切感受之前都有开始 但是在这个开始上面你都要知道 那谁在成就如是一切开始 那一个心中的念念成就一切开始的那个时 那才叫什么 那才是真正心性之中的大德 那个大的德 大的德性 所以大德约神 就是神 那就是生生不息的神 那也就是我们过去念念 尤其是佛子 念念熟悉的往生的这个神字 神字啊 你要往生是生在此处 那个神是离开一切世界 众生妄想分别的一切是生是死的 如是的生中的解释 但是那个神是大觉清体的根本的信用长处啊 你觉生之时就是如是觉 就是根本的觉性的本来灭目 觉死之时 这个觉能觉死当下 这个生字也从来没灭 如是的根本的信中的觉 中的这一个根本的大德 这一念生性 它能够在一切感受之时 你觉生觉死 它就是如是长生 长生让一切众生 有深深灭灭的感觉 所以在灭也是如是觉生 在生也如是觉生 但是这个觉生 它绝对不多任何众生的觉生觉灭 那才叫做长生意 那才叫做往生意 那才是你真正照了如是现前的根本的一切万法万物之始的这个大德 你心中的大德 所以要讲一个精明之时 你都还要在最初大幅顶的大字 你都要有如是的思维 你都要有如是在心底深处 如如是觉体 如如是经文 念念之间不断的反观 不断的观照 你才叫做听经之人 你才叫做真正读经之人 因为经中就有贯穿的意思 所以你明白大实 那大在哪里解释 就是在这念决心中解释 既然在决心中解释的 所以下面叫讲到佛者 佛者觉也 就是觉也 它是什么觉 就是因为刚刚讲的那个大字 为什么刚刚要讲 先前要讲那个大字 这个大字是超越一切时间 以思维多量 一切衡量 超越一切时间的衡量 也就是最近师父一直不断的告诉你们 将来要在这样的声音 这样的文具之中 你都要去有一些不同一般 过去世俗的那种思维的架构 超越一切时间衡量是什么意思 超越不是从此以后不要有时间衡量 而是它能够担当一切衡量 但它绝对不多一切衡量才叫超越 超越不是从此以后 这种种衡量从此隔越叫超越 超越是它那个名片一切衡量 那才叫超越 所以先讲如是超越的那个大 你才能够明白那个佛性的那个体 所以经文是从大字讲到佛 所以大佛顶 那佛者既然讲觉 那是在哪里说的觉 是在如是觉性之大之中 讲如是大觉 所以常说佛者大觉也 佛性的根本的觉中的大中 讲如是大觉 所以你能够念念之间 在这个上面去体会时 你才能够解释得出来 后面的自觉觉它 觉醒圆满 因为大致你都能够清清楚楚在性中 在根本觉体上面的所有第一切心里面的体会 它根本面目的道理 那这个面目的道理是在哪里说道理的 不就是在一个行者念念已然之道 根本如是觉体上面说的道理 因为没有一法能够离开过现前觉体的作用 也没有一法离开过让你清清楚楚回头去照料如是觉用觉性的当下 不管是一个出世间的行者或是世间的行人都是如此 世间的一切善法不都是要告诉你什么叫做善 就用如是法启发你心中如是能 在启发如是心中的善能 就是一个觉体的抬唤 觉体的表现 一个觉照当下能够拧纳的智慧的表现 所以那个智慧的表现就是另外一种 在世间法中就能够感受到 另外一种不同的觉用觉向先前 所以世间法中用尽一切种种教授 那不过也是在张扬你世间的绝招 出世间更是明白如是大觉 所以你要明白如是自识 明白如是佛字之识 明白如是大字之识 你就念念就是在这个上面去念念回光 念念体会 何况我们修的又是出世间法 什么是出世间法 就是一切世间法大明处 为什么你能够在一切世间法大明 听起来这句话好像你就觉得 这里面好像太遥远了 一切世间法大明 我如何能够做到一切世间法大明 那有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圆满具足 一切世间法大明 那就是众生心中的那种疑惑跟恐惧 如果真是佛子他心里面就没有如是疑惑 就会打破这一切恐惧 为什么那一切世间法大明就在当前这一念中 当前这一念不就是世间法 那如何大明 你念念已然知道决体的根本的亲民 我为什么直说决体的亲民 这个亲民有两种像 什么像 也就是我一直讲 《嫩言经》中 《观音菩萨原通章》里面讲的 他一定有一种像 叫上气十方如来 本妙决心 就是念念在感受之前 你就知道任何感受现前处 感受都一定在时间 任何感受现前处 在世间的感受现前处 根本就具足 你决体之中 本来不多世间的亲民 本来能够照料一切世界的亲民 所以你看的是感受 可你心中的智慧就有一分是念念上气 知道那就是决体的亲民 不然我怎么会知道现前感受呢 所以当你明白他就是决体的亲民时 知道所以才能够知道现前的感受 就在所以就能知道现前的感受 你就看到这一分 就是下合六道众生 同一悲养 因为你就知道 那决体现出感受时 这个感受就似乎 念念符合现在的一切 众生缘起 那你能够符合现在的感受的缘起 叫众生缘起时 它也有一面念念之间 它根本都是上气 你根本本妙觉醒 那就是你都知道 那其实都是决体而已 所以你就在这个决心上面 你自然而然就能够在一切感受 现前之时 你根本就知道 当下明了一切世界法 你就在每一个念头处 每一个当下处 就是念念如是修 就是念念如是产生善法行善吸气 你念念如是熏息 念念如是回观 观照 你总有一天 你就能够用得上它 你心中的智慧 就照料现前的每一个念头起处 你自然就能够体会 什么叫做念 念头一定有一份 是随现前的缘起 深入一切缘起 但深入一切缘起处 就是根本你体会 那一个决心之中 从来不多缘起的深入 这里面的作用 谁能够明白 为行者能知 为真正关心的人能知 所以他当然知道 那一切世界法大明处 就在这一念 你何必还有心中的恐惧 所以他在一切世界法大明处时 那也就如同我刚刚讲的是一样的 所以他念念之间 就必定上气下合 念念明了 上气下合 念念明了 所以 世间法急剧出时间 出时间当下能照料一切时间 那叫做 世出时间一切万法 那你才是能够最初体会 那个大佛顶 你是念念之间 就是在决心上体会的 所以就在这个上面 你明白时 你才知道什么叫自觉觉他 光讲到刚刚讲到 那个决心之中 一切世界法大明处 它就具足自觉觉他的作用 那么心性之中的明了 就是自觉 他必定能够随意成就一切缘起 那就是觉他 但这里面的觉他之中 讲到觉醒圆满之时 觉他还有一种像 你要是明白是 觉体的根本亲民 所以在随缘的觉他当下 他不但能够随缘成就 而且他就在随缘成就处 他还能够设种种缘起 回归觉海 在这里面一定有这个作用 所以为什么四大菩萨 最后就有大怨地藏菩萨 你要是真明白 大觉的根本的大智 你就必定能够起成 觉心必定能随缘的大行 你能够起成 觉心必定随缘的大行 那当下的大行 就是根本同体流出的大悲 因为觉心现缘 不都是同体流出吗 觉可以现种种缘 但你不要忘记缘 它也就毕竟是根本觉 从来没有心外缘 能为心所缘 就在这个决心 必定能随缘的大悲之时 你看到是缘 你可以任其发挥 任其成就 但是任其成就 任其发挥时 还有那种苦受吗 不会有苦啊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是决心所现的 同体的一切感受 你就不是过去 剁在感受之中的苦值 所以苦者直也 你明白这念决心的不同体时 那就是当前 你就一切感受 再黑照黑 再白照白之时 再黑照黑 再白照白 叫闻身 但是再也不是过去 是黑是白的 过去的种种忘记 就是叫拔苦 叫闻身拔苦 你明白如是闻身拔苦时 你就已经知道 他根本就不是过去 成员之中的执着 所以你如果发现 心里面就有一念 念念倒归绝海 那叫众生度尽 放正菩提 所以他不但 能够绝他 绝他之时 还能够启程 能够设他回归绝海 所以你自然就会看到 每一个念头之时 当下就有如是四大菩萨 就在每一个念头里 那四大菩萨就是 你根本四种 明白觉体的智慧 那个智德在为你成就 那后面的根本讲 你常常讲到大院地藏 所以后面讲到 这个大院地藏 为什么都是献 升文像 比丘像 身着袈裟 最多还带了个无方 毗卢帽 因为你能够知道随缘处 那就是时间相 可是你知道随缘 同体之时 那就是大菲的根本 能够担当入一切 道价慈航的作用 所以大菲到道价慈航时 它可以险进时间 就在时间上说 你不必在这个时间上面 再说一个出时间 因为那是整体出时间 跟同体流露出来的时间 既然是整体出时间智慧 流露出来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上 你就能够知道 它一定具足种种 清净万恨 为什么具足 你在决体之中 明白黑时 你还会是过去桌池 黑中的流浪吗 当然不是 你不桌池 黑中的流浪 难道你不明白黑吗 我比你更清楚 那叫旁观者清 所以旧黑而论都在世间 但是这智慧体上 在性德体上 它是超越世间的清净 那就是那一席袈裟 那就是世间的 种种出离的清净相 就是如是德相 所以它在这个德相之中 你要是真明白如是愿意时 它能够照料五方根本的大觉 所以有时候戴五方皮鲁帽 你明白这一面心种之时 你再看到一切感受 不都是回头时吗 既然是回头时 就是那把席杖是大指导时 就是常说破地狱时 你一样还是看到感受啊 感受当时 但是你看到感受处 就是它回光时啊 所以它就是破案 手中拿的是破案的照明诸时 夜明诸时 所以任何的菩萨法相 你不要以为它法相没有道理的 你要是真正明白 如是心性的那个 尤其是学佛之人 佛门行者 你命令体力 你每天都在这个心性上面去做官 每天都深入在觉性之中的 所有的一切体相用中 深入维系 突然有一天你就会知道 你所看的一切相中 你都似乎好像在每一个相中 都有在不断地为你开示 这个相中做流露出的道理 一切相中你都能够感受 何况看到菩萨像 他为什么说如是行 说如是像 为什么自古以来就是如是行 就是如是像 那就表示自古以来 但要是同时修心人 用如是修心在心上的智慧 你能够入世的种种 心中作用的影像里 就是那种影像 同样的影像 我讲这个话 你们可能会觉得很玄 事实上不然 以前我过去讲过很多批语 譬如我讲那个慈悲 讲和蔼 现在讲慈悲和蔼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慈悲和蔼的意思 但是每一个人在慈悲和蔼的意思里面 你所吸收 你所 你所体会的 可能每一个人感受 或者是你所体会的会更不同 或增或减 比比不同 但是不管如何不同 但是我们讲的和蔼 或者讲到慈悲 或讲到和蔼时 在我们心底深处 就会酝酿出一种形态 有一种面容 当然我们不能拿任何 哪一个人的面容 来去衡量它 但你会感受到 它就能够映落在好似 它能够照现人间应该有的面容 将来你会仔细发现 我们居然感受那个面容 虽然我们在这个上面 心中所解释的可能可以不同 我们感受的面容居然大致相同 就是如此 这类意思我讲到那边 你看 唐氏正的孩子 不管他是赵前孙礼 周无正王 不同的家族 他们的业力所生的 如是的苦难先前 生如是孩子时 他的父母彼此之间 大家长得 是肥是瘦都不一样 可是生出唐氏正的孩子 几乎相同 念慕相同 所以业力之中 就会有如是像 那何况善业之中 你要知道 他就是具足如是像法 所以为什么 自古以来 斯大菩萨都是如是素 如是像 那现在有的人还会误会 说文殊 普贤是在家人 你怎么老是拿在家出家 还拿如是最卑劣的 现前众生最粗的思想 妄想分别在家出家 你所提的在家出家 就是你最粗糙的 现前的欲感 欲望 粗糙的众生的夜感 佛门中讲的那个觉体 就是刚刚讲的 世出世间 那是入世的一切庄严 入世的庄严 你不能说 你拿你现前一般凡夫的 在家的感觉来衡量它的 它是入世的庄严 你要用凡夫讲到 出世间的这种庄严 以为是出家人都不能衡量 那个大觉心体入世的庄严 所以佛经讲到菩萨入世那个庄严 他一定能够显现世间的富贵 阴落其身 讲到阴落那个身是讲什么 他具足一切世间富贵 所以讲到这个阴落 这就不能讲到 在世间交一切烦恼众生回头时 为一切众生开始制约 他一切行为念念向道之时 给他的一个身形规移 那个叫身文像 那个叫做凡夫刻骨铭心 念念回光的时候 那个法相那当然不同 怎么会是那个相呢 所以你拿那个出世间相 都不能够比量菩萨的庄严 何况你还拿再加人相 那叫可怜 譬如孩子上学 我们上学之时 为了自己编册自己懂得如何好好学习 将来必定要成就一个成就种种学问的这种志愿 所以他会献自己学生的行为 每天约束自己我是学生 因为告诉自己现前这个阶段的身份 他才能够老老实实 依循现在不但不但是自己的身形身体形态 甚至于还可以依循他现在心中明白自己应该有的行为 你知道你都能够在余生余心上面都能够明白你的方向之时 你才能够慢慢调你的心啊 你才能够调你的心啊 那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让你成学 目的将来是让你起大用的 那将来你真正如实得到智慧之时 那你就不见得是一个学生像啊 你可以在世界之中 你能看到一切世界大用的富贵啊 但是这个富贵 你还能够拿再学或者不再学来量它的吗 这个是智慧之中的富贵 这个学问上的富贵 它念念能成就一切学 你说它不在学吗 它念念超越一切像 你说它是在学而已或是不在学吗 所以你只要用到像中跺在人间呢 那人间在哪 世间人故去习惯的那个最粗糙的 现前的那种夜感情欲之中的名字来套上去 你全体都叫混乱 全体都叫混淆 所以旺说文殊普贤是在家 旺说唯摩洁是在家 那都是可类人 唯摩洁就叫无垢称 你在称他是在家出家 你就是拿有垢称来量他 你声闻人着实如是声闻像 那都叫有垢啊 唯摩洁就是破声闻人 他超越过去凡情有垢的最初的那种染拙 他得到心中超越有垢知识 心中那个清静 但还住持那一念清静 真的以为有修有正 那一念还是有垢啊 他就是来破那些生活人的 所以才叫唯摩洁经 才叫无垢称经 那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那怎么叫做在家人 所以经中就告诉你 他虽现在家不受家法 什么叫虽现在家 因为在家就叫世间法 虽能够献出世间来 他不受世间法 决心献出世间时 决心可曾受世间法 决心根本不受世间法 但是他在献出世间时 你们忘记了是觉 所以你们老是感觉到被世间法 不是你们 我们老是感觉到被世间法之所束缚 那是可怜 所以要根本不懂那个想法呢 你当然就不能够明白 什么叫自觉觉他 所以明白之时 你才能够知道 什么叫觉醒圆满 什么叫觉醒圆满 觉得自觉就是觉他处 觉他就是自觉时 自觉不是在觉他 另外有个自觉 因为自觉是觉 是大觉 觉他是大觉 大觉现出自觉之时 绝对不会离开 大觉能现觉他的作用 因为他就是一体是觉 大觉根本就是一体 大觉在现觉他之时 他绝对没有半点离开过自觉 因为大觉所现的任何的一切 你给他不同的名字的觉性现前时 他一定每一个觉性上前都远距一切觉 远距大觉的总体风光 总体面目 所以在自觉之中就是觉他时 觉他当下不就是自觉时吗 于是乎在自觉之中 寥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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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你说那师父 你讲了这么多这个道理 那讲了听起来是 好像是道理 但是怎么用呢 你要是真正道理听得进去 将来你自然就能够好用 我们现在好用 为什么说好用呢 因为我们是根本凡夫 我们是烦恼凡夫 所以烦恼凡夫最好用 因为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心里根本不急 有太多太复杂 因为你怎么觉得复杂 都是你一个那种闷在古井里的 井底之外的复杂 你那个复杂 不过就是一个 你自己夜感的枯井而已 哪有复杂 不过只是方便说叫刚强而已 要你复杂 你还复杂不出来嘞 你要能够旁观者清 那才叫做杂 那一言望去一切明了 那才叫做杂 我们现在觉得刚强 觉得复杂 事实上根本不复杂 太单纯了 那既然是讲到这个单纯 我是讲到 你不要听错了 讲到师父讲单纯 你觉得你很清净 我说你很单纯的复杂 你的复杂很单纯 单纯的刚强 你不要听错了 不要解释错了 纯到什么程度 纯到将来有一天 为什么 我们到人间将来恶业做多了 到地狱 地狱的业感就是一个 恶的就永远知道恶 苦的就永远知道苦 恐惧的就永远知道恐惧 其他念头都不知 你说多单纯啊 好单纯啊 其他念头都没有 太单纯了 但是这种单纯 你是根本没办法拔记的 你知道吗 太难拔记 就类似我们现在 还不要说到地狱死了 我们人间就有很多 如实业力的人 我们在这种业力上 我们或许就给他 叫精神有毛病 他只知道那种恐惧 所以那个意思告诉你 就是用我们现在的 脖地凡夫 才是你最好的下手处啊 你就在每一个线前 你认为最刚强 每个念头处 你就关照好你每一个当下 就是了吗 那每一个当下就是什么 你要体会当下 我感受都是念头的刚强 但我们还没有办法说是 绝他了 还能够射他 还没有办法 但你不能够在这个上面体会 那你怎么会知道感觉的吗 不就是最初体会那个绝他吗 任何感觉现前时 你就问你为什么能知道他的 知道他的你是他吗 你是他应该是他绝啊 他绝关你何时 那你能觉得他那个绝 你又是哪种他呢 要是他只是一种像的话 那你就根本不知道他 那他是种种像时 你就突然发现 你既然觉得他知识 觉得他当下 你又不能拿他的种种像来亮 他到底是哪个他 你就不知道 你就慢慢体会出 什么叫自觉来了 你现在就在每个念头之时 你就能够念念 才就能够体会出蛛丝马迹来 你当你能够把自己的每一个念头 就开始不断地这样子批拨 都不断地开始解剖好了 你念念可以解剖你的念头 你可以念念分析出你的念头时 你已经走出过去刚强念头的业性了 就这样你在那边下手的 不然你以为出家人每天在干什么 树下一坐 就坐在那边 那我们就不用出家了 那我就可以去信别的教了 何况树下一坐了 我就定在某某架子 实际架上 定在哪里不就好 那你就跟个定在那里不一样的意思 就定在树下 拿个钉子把你定在那里就好了 那意思要你在树下坐 是要你去体会心念的 因为每一个人坐在树下 之时你的念头会死吗 你的决心会没有作用吗 让你静下来时 你会发现你心里面的那个浮动 比你在不静下来不坐下来时 你才看得出有多可怕 那个力量在你心中 不断地在感受之中 那个盘旋的那个漩涡的势力 你自己有的时候想都会冒汗 过去刚开始我们出家的时候 又喜欢住在茅棚 住在茅棚上面 那茅棚要是有这个念头上来 不管是觉得苦啦 枯燥啦 乏味 任何念头上来 只要有任何念头上来 他都可以跟你僵在那里 在那边欺负你欺负个七天八天 几乎都有七天 因为七天就是一个感觉变化处 那个一觉得譬如说在茅棚上面觉得 因为刚开始都是凡夫嘛 那我觉得一个人在山头上觉得很寂寞 觉得好像很凄凉 那个念头上来七天难消 而且是从最初开始有那个念头开始 一天一天增强 然后再感到感觉 一天一天增强 强到有的时候就想冲下山来 那七天就没事就是在坐在那边看那个念头 所以你说看那个念头 你说法师你就看那个念头 你接受十方供养 你吃十方给你的东西 听起来好像很惭愧 但是就是敢看那个念头开始 不止将来你才有能力 你才能够堪接受十方的食物 张扬色神 所以将来也是啊 就像你每个念头开始去体会的 你慢慢就在自觉觉他之中 你要是真的明白决心 你再也不是过去凡夫在觉他之时 马上就坐在他觉之中流转 这里面刚好讲到这句话 所以再为大家分析一下 决心一定能觉他嘛 可是觉他当下你马上变成他觉 他觉就流转了 所以为什么三界你知道吗 三界本来决心之时 他一定能够入世间的觉他 决心能入世间的觉他之时 觉是种种他吗 不是 但他一定能献出种种他 所以最初的三界就是无色界 他不是种种他 但他能献最初的那个不是 就是无色 你不能拿种种色来量他 种种他来量 我假借他来比色 但是必定能够入一界种种他 他能够凝理一切种种他 他能够知道一切种种他 那就是色界 所以那个色界色究竟的 善现善见善见天善见天 那个叫做大饭天 所以他是灵力临凡为凡 他能够献出种种他 但决心正在献出种种他 你不知道那是色界时 你不知道那一岔楼就变成什么 变成他觉 所以到了欲界叫什么 他化自在 刚开始的他化就是 明明你是觉他 可就在岔楼之中 你就变成他觉 就随着他走了 叫他化 那个时候最初的他化 那还是亲近的 你是随他说他 那还是亲近的 然后就沉迷在他化之中 随着他的变化 你忘记不是你在变化他 因为决心能知道变化时 是决在知变化 可是你抓着变化为之的时候 你就随着他的变化 就要乐变化 那就是欲界了 已经到欲界了 你就在乐变化之中 念念在上面 启程种种知 随着这个变化之中 启程的知 那就是都算 都算叫知足天 但是这个知足天要在外院 就是世间 就是世界上面的种种富贵 那是最初入世的 最初的一些知 本来是决心的知 你根本不必在此上 说富贵不富贵 那是真富贵 那是心中的根本 不超于一切上富贵 衡量的富贵 可是他能够献出知识 最初献出那个知识 那是世间的呈现的 世间富贵 所以外院 表示你着外的 都是世间富贵 那内院呢 内院就是 你能够看到这些世间富贵的 那个知 你明白那个心底 你能信一切知的那个知 他就是将来 你才能够体会 在知心最圆满处 也是决心最圆满处时 所以你明白这个知识 就是念念能照了如是大绝石 所以补触都在这里 内院 这补触 那你既然知道这个意思 就补触 那你要怎么样去体会 去供养弥勒呢 你要在每一个念头上面 都能够体会 什么是绝他 在绝他之时 你又能够分辨 感觉外面 都是绝大他觉的作用 但是在他觉的当前 那一个他觉 能显他觉 那个能 你明白那个能时 他没有离开现前的他觉 但是你还是那个欠他吗 不是 你是念念之道 已然之道是觉 所以决心在这里是最圆满的 决心若是不能够 起成他觉 也不叫觉 就好像镜子照色之时 镜子照色之时 具体它就脱色而显 你起不成 你起成不了色觉 不叫觉 不叫真正的镜子 你起成不了色觉 但是你不能够不知道 一切色觉起初 其实是禁觉 这是叫你归家的 将来归家以后 你一样能够成就一切色觉 所以你最圆满处在哪里 这都帅 所以你明白这一念决心时 你念念在这边 念念回光 念念参就当前 你就叫做念念公样弥勒 你念公样弥勒 你就是每一个念头都在什么 都在增补你的决心的光明 都在念念心中更深体会 你本来面目的担当 那将来这一念就是成佛处 而且叫知足 一定清楚一切知 所以讲到明乐菩萨有两种像 一个在另外一个像中 就是好求明 到处求明 求明的意思就是什么 它随种种缘起 那这求明当前 其实就是念念根本 不多明目的清静这个执足 那叫阿易多 所以我说西达多 跟阿易多都有多字 但是西达跟阿易 也就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决心的根本面目就是西达 天知一切故 一切法大绝故 就在这一切法不生时 叫做阿 一切法大众吃义就是阿 所以它能够成就一切法中的 种种庄严就是义 能够自在有益于一切万法的铺书 就是义 那个多就是你心中根本入世的担当 那是决体的担当 就在那个多字上 所以西达多就是世尊 阿易多就叫补处 你要不能够明白阿易 你的决心的西达 也不能够叫西达 不能成就西达 但是你能够明白阿易之时 就是念念将来必定成就西达时 你要是真明白西达时 你就是念念将来 你就在阿易中参就时 所以为什么要叫行者 你一定要在绝体上明白 你才能够起神见次的 这是佛门教育的下手处 你不能说你的道理我还不明白 但是明白你也没正啊 你不要老是用这种话欺压自己啊 去障碍自己 我当然知道你现前明白 也没有正啊 但你要不明白 你也将来也正不了啊 那你说那我现在博地凡夫如何明白 你但要发如实心 博地凡夫什么叫博地凡夫 博地凡夫不代表你的决心不具足 博地凡夫是说你根本不认得你具足的 如实的根本本来面目 所以你可以知道你具足如实面目 所以在具足如实面目之时 你若是清晨物 你不管知道一分两分 都是一个最初凡夫行者最初下手时的根本的方向 你要是没这个方向 你启程不了归家的路途 就类似我常讲的 一个流浪在外的浪子 想要归家之时 当他能够知道家山所在 知道家山的方向 他也没到啊 他知道家山所在 他也没见啊 他能够知道一定在吗 但是他在他的诚心之中 他已经无疑知道家山就在哪里 虽然他还没正呢 你怎么知道一定在那里 可是他心中没有疑惑 他为什么能够起程如是没有疑惑 因为他就是一个毕竟要归家的人 他是念念在这个上面不断研究 不断发行深入的人 所以他心里面能够起决定心 心里面能够破除一些障碍 找到他根本的方向 就在这个找到根本方向处 他才有开始每踏一步 叫做归于途的作用 你要是根本不知道你怎么叫归途呢 心性也是如此 所以你明白西达 你不见得知道西达 但你就一定能够供养阿易 你开始就在每一个念头之中供养补处 为什么在每一个念头之中供养补处 就在每一个念头之前你离开过枝吗 没有离开 但是你还是躲在感受的向外 盘圆的枝吗 不是 云如是内外念念清楚 你不就是供养弥勒实吗 所以你就在云内与外念念清楚之时 也就是刚刚开始这一堂课 这个开始跟大家讲的 你就有一念智慧念念照了 那一念决心必定能够随 现前感受的下和六道众生同一备养 可是就在这里边你会发现 那个决体念念之间 它本来的清净 所以你念念之间都在那边不断的增补 你念念发觉尚气如来本妙决心的作用 那不就在每一个念头当下将来回头的吗 所以每个念头当下就是用到你现前 我们博敌凡夫啊 你再怎么刚强就是那一念 你不要怕刚强 觉得刚强觉得不刚强都是这样 而且更好趁你的刚强之中啊 魔大之处啊 你要是真能发心啊 将来体会那个决心啊 那也是佛清楚时 所以就类似我刚刚讲的 我们过去在茅棚博敌 在这个凡夫那种凄凉 那种压迫心思的时候 你每一天饭都吃不下去 就觉得凄凉 那个魔多大 光强就是在那么大 每一个感受的魔大之中被他磨出来的 以前看过一些法师们写的 就现代法师们写的一些 他们自己的一些修行的一些 这个传记类似的 有一个外国比丘 他讲说他在打坐参山 也是住在山上 突然有一天那个称心起来了 称心献前 他可以念头之中 坐在那面念头之中 他天天想要杀人 可以到这么称 他可以永远一直想到这一生之中 他对哪一个厌恶 对哪一个人对他欺负他 他就是这个念头 他想要把他放下都没有办法放下 不但放下不了 他甚至于都还起成杀心 然后起成这么恐惧的心 不修行的人就不知道 等你修行的时候你才知道 当你要真正面对自心沉淀之时 那个自心之中的无始绝的妄业浮现之时 那个力量多强 所以在家菩萨你以为都每天没事 眼睛见色的纹身以为我都没有恶心 你就在这种欲望攀缘之中 你早就跟你些恶心相应啊 欲望攀缘的欲望 只要是欲心若重 你将来的称心献起 你命令攀缘那种称中的气氛 也就是一种欲啊 就是一种欲啊 脱离不了 可是那种感觉献心时 那么强烈 那怎么办 他真的是杀人吗 不是 因为他是行者 再怎么样念头 他就是在当下看到他心中的变化了 因为你已经甘心是个行者了 那为什么甘心 你说他是修什么法他能那么甘心 那过去我们是修什么法能那么甘心 我才刚出家我修了什么法 我告诉你 就是这一身形象 保护了你 保护了我 没有这身形象 我早就下山去了 就是有这身形象 我念念告诉自己这样下山又还俗了多丢人 你看就是象 谁说修行不要出家的 就那个象还能保护你 就这样子滚滚归去了 现在还叫法号自然多好听 你回去就叫拿破轮 滚滚归去了 拿着一个破轮回家 破轮回来了 滚回来了 所以打死没回去 所以立象多重要 不要立象 所以一般人不立象都在红尘之中 红尘你怎么修 你认为你修了 你认为你心中没有欲望 你认为怎么样 都你认为 你不知道眼睛见色耳朵纹身 在你根本不懂道理之时 你根本不知道 如何下手之时 眼睛见色耳朵纹身 就具足地藏经讲的 吾不是罪 吾不是业 你能够在见色闻身时 你能够提起一面 谁在觉德色 谁在明白身 这种回光吗 你那个心中 在每一个六根六成现前时 你那个回光都没有看到过 你还在那边妄想 你在红尘之中能够修得多好 你又就是要在每一个六根六成接触时 你都还能看得到心性中的回光 回光就是在绝体上体会那一念回光 那一念回光还是最初最初的修行 最初最初的下手处 你连这个最初都没看到 你不知道随有的感受 一线前你都是抓着感受的吗 那个就叫苦伦 你永远就在那边执着 我执着身故为苦 忘直为苦啊 那个时候你才能够明白 用到当前的种种绝招 所以那个时候你才知道 为自己建立什么绝吗 自觉绝他 我们现在 刚开始你不要讲得太玄 太遥远 跟自己的大道的道心 讲得太过遥远 你就在每一个现前每一个行为之中 你如何帮助自己自觉呢 你能如何因为帮助自己自觉后 我们现在先不要说绝他是第三人成 你如何能够帮助自己在感受之中 在颜耳鼻舌生意现前之时 你都能够清楚绝他呢 先在这个上面绝 因为将来你在这个上面能够觉醒圆满时 你再看到一切你面对的一切因缘众生 对应苍生 对应一切的人事物 你都是对应六个六成而已 所以你就在这个上面开始体会啊 自觉绝他 所以你当然知道怎么样鞭策自己嘛 怎么样让自己力量之间 能够老实发起自觉呢 力行力向 不过就是在自己心里面伸出 为自己鞭策 为自己理智啊 告诉自己我不能忘记这念智心啊 我不能没有这念发心啊 所以连相法你都知道 能够善加利用 你都能够在相法之中 你都能够知道他在崛起你一些 能够崛起你一些什么作用 什么样的行为 我才说你将来才能够慢慢体会 什么叫自觉绝他嘛 你现在的相法之中你都不知道 他能在你心中 能够发起什么样不同的绝照 你都不清楚 你将来又如何能够自觉绝他呢 那有一些菩萨就会想 那有的真的他没有办法 现这些出离相怎么办呢 心向往之 你心里面念念供样 出家这一念 虽然今生没有机会 但我念念 好要赞叹一切出家相 那虽然你自己不信 但心中那个崇尚跟向往 都是你将来的极大山根啊 都是你将来 可能你再红尘 那是你念念之间 能够掌养出家人的智慧 你虽然没限 但是为什么心里能掌养呢 那个就叫近视嘛 那幽婆色幽婆意就叫近视嘛 因为你心相随没限 心要近视啊 同样 同样 跟出家人的同样的发心 同样的行为 你尽事如是的 作用 将来这个象中的力量 它自然也能够在你心中发起 你也能够找到 你念念要回家 念念要自觉的 心中的恳切的发心 你都能够善用世间一切法 你也能够知道善用世间一切念 也知道什么叫做正念 什么叫做正法 在每一个言语之中 每一个行为上面 你都能够为自己念念之间 剖析清楚 你为什么能剖析清楚 因为它都要借出 借如是剖析 如是清楚 他念念掌养心心之中的绝民吗 他念念要掌养心心之中的 大绝的亲民吗 那个亲民刚刚就讲 亲民在何处 亲民在明白一切世间法 明白一切世间信用 你能明白一切世间信用 你当然知道 如是语言是障碍法 如是声音是诱惑法 如是声音是怠惰法 如是声音是怠惰法 如是声音是根本 没有办法成就的 什么样的声音是掌养法 什么样的声音是利益法 就连自己心中的声音 你都能够分析清楚 那才是我常常讲的 佛门中的一句话 善用音声做佛事 善用你心中的声音 启发你将来不同的绝招 你能善用处 就不是一般执着因身做佛事 那是真正善用一切 能善用的人 他不会被阴沉所绑死 但是能善用的人 他能够明白一切阴沉中的作用 所以你心底中的声音呢 你都要小心清楚 那才是真正明白 什么叫做自觉觉他 决心圆满 生死世大 大众好自参知 愿意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皆共臣佛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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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头 19头 20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